手机特别追,一定要连线 第一个要连线,第二个的话,因为我们是用GO.GL帮我们转的 所以你拍照之后的话,在手机上面基本上会看到什么 就会看到一个什么 因为连结之后 我想,第一个你一定要手机上,一定要装那个QR Code的扫描器 那这个QR Code的扫描器,现在版本很多了,其实你只要找到其中一个,应该都类似 他的功能非常简单,你就靠近他之后,他会自动帮你辨识嘛,马上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QR Code,那点进去之后,特别注意,我比较建议你手机,一定要装那个 Chrome浏览器 他预设那个浏览器,我不确定,好像之前有同学反应是说,下载会 发生错误 那我会把那个什么,他会问我要用哪一个浏览器,当你预设的浏览器 我会用Chrome浏览器 为什么,因为Chrome浏览器好像比较没有问题 那他就会出现那个上方 会出现什么 出现那个 一个什么下载,无法预览的讯息 那你就直接把那个 下载的地方,把它点下去 有没有,把它 把它直接点那个下载 他这边无法预览嘛,应该画面上都一样,对不对 你就把它点那个下载 点下去之后 他就会跳出什么,跳出直接就是那个 下载的画面,他问你要不要保留,你就选择 确定 然后再 安装 就完成了 OK,应该没问题吧 多试几次啦 应该就 不会有问题 现在的手机其实 很便宜,我发现 像同学 班长 是 副班长吗 还是 就买一支新的 八核心的手机 对 多少钱 哦,就PC Home吗 好像都那个 固定价格,我刚好看了一下那个 因为我最近也买了一支那个PC Home上面那个 那个什么 ZenFone 那个24小时 今天24小时就有了 里面的那个 他这边点进去 这一支要6月30号才到货 要等半个月 这次好像蛮强 那我是买了这一支啦,因为我想说这价钱 还算 蛮便宜的 就买了一支 不过他是又上位 一下子就 销售一空,你要还要等 这价钱,然后 这个手机的那个效能 虽然他是双核心的,不过他是Intel的 Intel CPU 他虽然只有 双核心,可是他跑起来 那个网路上的数据 甚至比四核心还来的快 然后他的价钱又这么低 然后我实际上拿到这支手机,哇,真的质感 质感 真的 超乎